好像Anson來這裡的show room 你回來這個show room 不需要按任何的按鈕 打開門就已經有所有的燈光 冷氣會為你準備好 一切的東西已經準備好了 這個很方便 因為這裡始終是有一個show room 有時候我會帶一些客人過來 其實客人一來到 為什麼你一開門 都不用按鈕 就全開燈了 有些客人可能未必接觸過 其實很多東西都會產生一個興趣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非常方便 因為一來到就是有我認為 就是我設定了最漂亮的燈光 最漂亮的環境 還有也知道你喜歡放鬆一下 聽一下歌 這裡都會設定到一些音樂模式 Anson只要按一顆按鈕 通過一些算流平台 去選擇自己喜歡的歌 音樂就會自己著起 一些最舒適的柔和燈光 就可以帶到給你 比較容易放鬆到音樂環境 至於看電影或者看YouTube 在延遲來說 因為產品都比較多 因為你都會有Amplify 有很多不同的TVbots 如果一般情況下 沒有用到自人家居 就可能相當於要按很多個鏡頭 開了一個電視 開了一個AM 再開了VUA機 一大堆的繁複動作才可以看 很亂 設計都不漂亮 對 變成自人家居就可以幫得到這個情況 在遙控上我選選 我想看VUA 就可以幫你一個動作做完 就可以看到電影 同時間會把所有附近的燈光 會關掉 希望不會有反光的效果 同時也有過度的燈光 例如走廊的燈光 都會用一些地腳燈 就暗一點 可以方便你去其他位置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個自人家居的人性化 其實就配合業主或者戶主 怎樣做 有時你用一個按鈕 就已經解決了很多不同的放放 還有還有一件事 除了我自己要看 可能還有其他人 在不同的位置 有些燈光又再亮 其實這些就是人性化的一個重點 其實人性化又怎知道這麼少 我還有廚房 你又很細心 就有一個按鈕 幫我抽煙機升起 可能甚至室內有時候煮食 味道大些 抽氣線又再加大些 所以其實硬件就在這裏 但我們怎樣去運用這個計劃 智能家居的系統 就一定要靠Canip這些智能編扯程式的人員 不過我自己覺得 其實最主要是多溝通 可能因為我和Canip 真的合作了很多不同的項目 所以其實我們在談過項目的時候 或者我們去服務客人的時候 其實都有些共同的一些目標 就是怎樣可以利用科技 去令到客人舒適 因為像是我們未來 因為我們也要舒適 尤其是在去年 其實疫情令到你出不到外面 如果我們在家 可以借助這些智能家居 去幫我們營造一個舒適的環境 其實都是一個頗好的想法